不要了 他不要找孩子 他也不关 他说宁愿一生就生 他与他没关系 他说他不减关了 此时小江拿出了一份 他和辛亥签署的离婚协议 协议上据实写明了 有一套房子可供小江居住 然而小江却说 如今患有身孕的他 只得一个人在外边租房子住 他说离婚等到孩子生了了 他说再复婚 再复婚那是路 小江终于尝到了自酿的苦果 小江说离婚之后 先夫辛亥就再也没有去看过他 对于当初商量好的复婚的事情 更是闭口不谈 事情如果真如小江所说的那样 辛亥这样做未免有些绝情 无论如何 小江肚子里的孩子也是辛亥的血脉 辛亥这些家人为何要不顾血脉亲情 执意将有孕再生的小江赶出家门呢 辛亥又是否正如小江说的那样 欺骗了小江呢 为了全面了解情况 我们跟随小江 一起来到了协议上规定允许小江居住的 大型屯社区26号楼501市门口 开门的是辛亥的儿媳妇 然而一见到小江 辛亥的儿媳妇却再次重重的将门关上 任凭调局如何将门却再也不开了 无奈之下 小江拨通了辛亥的电话 辛亥在电话中 答应小江回来协商测试 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 始终不见辛亥的踪影 此时 朴姐忽然想起 之前小江曾提到说 他们家的事情 曾经通过社区居委会调解过一次 但是没有成功 趁着等辛亥回来之前的这段时间 调解员决定先去居委会了解情况 反悔了 这位大型屯社区的调解员告诉我们 辛亥和小江半个月前曾来社区调解过一次 双方也达成一致意见 然而事后双方却并未按照协议旅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既然达成一致 双方又为何要反悔呢 辛亥迟迟不肯露灭 又究竟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出尔反尔 他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小姐接触 儿媳妇竟说出这一番言语 不言了来回来 因为她的认识 就不是那果子的认识 多方求证能否将谎言揭穿 她说的是 你当初说的是 你们俩一块 商量好是去还 你现在跟我讲 那还自动掉了 你就拿这个上还这个事情 就可以讲 你最少说你在说小话 当面对事 矛盾关键人物 又能否出现 百姓调解老来得子的分发 正在为你讲述 上一节我们讲到 在苦苦等待辛亥回来 无果的情况下 调解员决定 先到大型屯社区聚委会 了解情况 而这位民事调解员却说 半个月前 给小江和辛亥调解过 可他们并没有履行协议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时 大型屯社区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给我们拿出了一份 当初给双方调解的卷宗 卷宗上注明 小江和辛亥搬出去租房 以缓和夫妻矛盾 同时 小江也不再参与 辛亥家人的房屋产权分配 既然双方都已经在协议上签字 却为何最终都没有履行呢 事到如今 面对这样的局面 小江又如何打算了呢 按照小江的说法 是辛亥首先没有履行承诺 这才使得这件事情多次调解 始终没有结果 如果事情正如小江所说 辛亥又究竟为何要三番五次的推翻 已经达成了协议呢 这一切的谜团 只有见到辛亥本人才能找到答案 此时 据辛亥承诺回来的时间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 却迟迟不见他的踪影 无奈之下 外境调解 只得带着小江 以及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一起再次来到辛亥的家 经过调解员和社区干部的劝说 辛亥的儿子儿媳 终于同意 让调解员进屋说话 但是小江必须留在外边 然而调解员刚一进屋 辛亥的儿媳 却跟我们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辛亥的儿子和儿媳 极力反对父亲和小江复婚 并声称 这一切都是因为小江做的一件事 安排不咬 安排已经快点 安排这么说 说个多少会来 不咬不咬 他自己省 知道不知道 而且他省了汗 他头省了 你知道不知道 他全然满 他第一个换去 他头省了 你知道不知道 他已经怀孕了 这个问题 你爸爸当初是怎么样跟你讲的 他说了就是不怀孕 才养心才了吗 按照辛亥儿子儿媳的说法 当初辛亥和小江婚前就商议好 婚后不再要孩子 而小江却又在未告知辛亥的情况下 私自怀孕 小江为何要这么做呢 事实情况又是否真的如此呢 一直在几年 为什么他没有怀孕 为什么到现在 他估计先要放了吗 我不通议离婚 不通议离婚 我说让他 我说一离婚 他都冲了真了 别让私事了 让安排 当时都说安排回来 你如果你要要害的话 大家都离婚 结果他偷偷怀孕了 难道只有去跟他离婚了 有没有 我是脱还了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脱还 你是脱还了 还是自己偷偷把还起来 我也不知道 我要是去还 是往前进见吗 小江头与辛亥儿媳妇说 他故意怀孕的指责 并不承认 然而 小姐员在随后的问话当中 却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小江之前说自己是不小心才怀孕的 如今又说和辛亥商人好才怀孕的 小江强好不一的说法 让调解员对小江怀孕的真实目的产生了怀疑 然而 毕竟这个家庭矛盾的关键人物辛亥 至今仍未出现 此时下结论 难免为时过早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情况 经过数十次不懈的努力之后 辛亥的手机终于开机了 因为为什么现在这个面对 因为说你爱人现在怀孕这么长时间 你给他一个打鼓 最少说他快生了 你们能不能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这个人才不行吧 你不是他 他管他他这么快 我都一种五十多 你不是他 我都不是有生日 我都不是认识时间 我都我要说 我没有结婚时间 或者说 我 我应该能干 我不想你生 我应该能干 我只想你 我心里无聊 他一句话他也没给我说 我说 可不可以 那他跟我讲的 说你同意了 完了你们俩把还去掉了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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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可以 辛亥在电话中告诉百姓调局员 他对于要孩子的事情 自始至终 都持反对意见 并不像小江所说的 是商量好的 听了辛亥的话 百姓调局员对小江是既可怜又可恨 这时候已经发生了 大家都不愿意要的结果 现在出现了 第一 这些问题要从自我考虑 再考虑考虑咱的年纪 再也考虑考虑家族 人家的孙子 孙女 现在都一岁多了 在这个地方来说 你们做大人的 有点太自私 再一个 你们夫妻之间这么大的事情 就没有商量好吗 你们还年轻吗 你老公 多大了 你多大了 他说的是 你当初说的是 你们俩一块 商量好是去还 你现在跟我讲 是还自动掉了 你就拿这个上还这个事情 就可以讲 你最少说 你再说小话 听了小权的批评 小权虽表示接受 但是当被问及 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时 小权却态度坚决的 要找辛亥当面说清楚 那你说你现在吧 你回啥不照面了 那你你既然这样说 那你你只该面对吧 你跟他解决了吧 乖 不挂了 此时的辛亥再次选择了逃避 此后 虽经调解员和小权多次联系 辛亥却始终不肯接电话 我们的调解被陷入僵局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辛亥却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关键人物出现 能否为调解带来转机 说 你来说咋的呀 咋的吗 好的 好 面对前妻 他为何说出这番言语 你奇怪的时候 你不让我说 对不对 你突然去过去 你去下来 如此而去 他的真实目的究竟变何 我说你 我说你这样的时候说 你怎么不给他放 你咋的牛 你想要不给他放 你可能会 左方劝解 这场家庭闹剧 最终该如何收场 百姓调解 老来得死的尴尬 正在为你讲述 上一节我们讲到 当被问及 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时 小江却态度坚决的 要找辛亥当面说清楚 然而此时的辛亥 却再次选择了逃避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辛亥却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喂 你喜欢在哪个东方的 就在你的小区门口啊 东大门 东大门 啊 东大门 对对对对对 啊 你过来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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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 坐上来说说 好吧 啊 在门口说话 啊 那你说 你 啊 那你说 我 我去找你 你还能骗吗 是吧 那你去找我 咱们去找我 好的 好 我们一行再次来到大型土恩社区调解委员会 等待辛亥的出现 十分钟之后 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个家庭矛盾的关键人物 辛亥 一见到调解员 辛亥就开始数落集 小江的种种不是来 辛亥 辛亥 你也跟那么过 你怎么没跟你 我怎么跟那么过 成全的认识 你以前都在看完呢 不错 他到谁不动的时候 到谁不动的时候 我打电话 所以我正想把人要求他 我也听了个神奇 我能要求你去吧 他坐在哪里 供应 他都用相当的国家 他都用相当的国家 你去家 你出去 你这样 我天生还睡不稳 我不神奇 你老爷跟我吃饭 你还要去想 你得出门了 你我 你没有坐到位置太多了 儿子 媳妇和姑娘 都对你的印象不好 你做母亲的这方面 你觉得来到人家 做母亲做了 喝喝不喝 经过调解员的批评 小江认识到了自己之前 对辛亥及其家人付出的不够 此时调解员打算 让小江和辛亥坐在一起 好好地聊聊 没想到辛亥却起身 坐得远远的 无奈之下 调解员 只得让他们这样开始 谈起了正题 陷害 辛亥 辛亥此时提到的这个词 引起了调解人的注意 辛亥对小江有言在先 并且小江对辛亥的情况 十分的清楚 那小江究竟为何 要私自怀孕 并且执意要将孩子生下来呢 他这么做 究竟有何目的呢 是否正如辛亥的儿媳妇所说 是为了得到辛亥名下的房产呢 他说我已经走到一行 但是你得放着 就想找房子 我说你 我说你这样的时候说 你怎么不可以放 你啥名 你现在不可以找房子 很不可能 但是这也不愿意 包括我也不愿意 我放回来了 说完哪边要说 关于 咋回事 咱就出客了 曾经呢 我也不可以放着 说过没有 为什么要拿这个做个筹码呢 不是拿筹码 你叫我为啥 我咋回事 那时候孩子 你结婚的时候 他们在家 就救他孩子 我操一下 他说我操一下 他说你这么张 叫我白子 你看我面前 你看他不是公子 我一个方式 现在往外面套 我到时候白子 还要再去 在200万岁里 不用下 当时我干自己笑 张厨 在五六中央树 他看小妻子不喝 所以说你 我跟他看他特别话 我也说了 我说了 这个 你要是一个 以后 一切 你什么都说了 以后 我跟这一天 你都算 出了好一点 要是你 要是真实 当时我 我特别 我老婆 你 那样子 你胡闹啊 你管他 懂什么 他说 你发现白 他说 要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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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你 在你旁边 就想说一句话 人会感化人 你要如果对他的儿子好 对他的孩子好 人家会感激你 哎呀 你 你都不这样 他说 他挑战 他说 我跟他说 不可能 你把我说的 他需要 小江说他和新海的儿子儿媳 关系一直不好 为了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有着落 这才出此下策 想要用孩子来为自己在这个境地 并借此挽留住他和新海的感情 可是没想到 却弄巧成拙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小江如此自欺欺人的做法 让调解人忍不住 要批评他几句 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双方 好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 到现在闹出问题了 最主要的是你们违背了国家的法律 再一个人家也考虑到了 一个这个 养孩子支出 再一个国家政策 要罚款 再一个确实没有能力 再一个人家的孙女都多大了 这些东西考虑 想要孩子出来了 俩人协商 对于调解人的批评 小江表示接受 然而回头想想 事情到了如今的地步 新海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是说男的没错 男的也有错 谁也不要违规 不要拿法律 男人气 你们俩就属于这么大年纪 老夫少妻了 你比他大这么多 他拿着你的话 你说要了 你说去还了 咱也有错 不是说咱们有一点错 对不对 两人都在的时候 你确实 男的不知道当时你怎么想 当时为了你们俩太恩爱 你这东西你可能也都说了 他现在就这样说了 不怕出生 就怕两人不往一块 真正的来解决问题 经过调解人的批评 双方虽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然而在孩子的问题上 却再次出现了分歧 我将来我得以我黑字吧 你以前就这样想吧 和你继续撑 那我继续撑 我一直跟他实际上承认 我没有回来弄你 对我有 你自己承认了 要回来 我没什么意思 要打回来 我能打他接下 只要我来看我开车 六个月 我家人自动的降级 他们在我争取权 心虹交叹了 我打回来 我打哪去 双方一时争执不下 而此时小江的一句话 引起了调解人的注意 看得出来小江是对辛海能否跟他复婚心存疑虑 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对辛海有着很深的感情 见此情况 调解人希望双方各退一步 共同面对问题 还那句话 少要夫妻老要吧 你们过的几年过得不错 由于什么儿子媳妇孙女可能家属比较大 本身呢 这个积母就不好当 再加上年轻 可能有时候家庭里面产生一些矛盾 对你对这个东西呢 也是啊 你说你没有权也不可能 他自己不可能会生孩子 有三宝有三怕 对不对 第一个怕孤独 第二个怕没底儿 第三个怕没有老宅子 现在的你呢 你这个现在老了以后 你三宝现在没了 对不对 你现在老爸没了 对不对 你不管后续的这个也好 孩子之间的感情几乎大得多了 也可以这样没了 是吧 再一个你现在这个家庭团结的技术 也没了 所以既然现在呢 你的爱人呢 就是说 愿意在这个问题顶上 各退一步 我希望咱做男人 再也退一步 咱把你以前丢了感性再追回来 孩子之间的感情几乎大得多了 也可以这样没了 是吧 再一个你现在这个家庭团结的技术 也没了 除了既然现在呢 你的爱人呢 就是说 愿意在这个问题顶上 各退一步 我希望咱做男人 再也退一步 再把你以前丢了感性再追回来 行不行啊江 可以 行不行啊 老江 可以 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劝说 新海终于同意继续和小江生活在一起 然而与此同时 新海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 他要说是能够把他也脱掉 走到以后了 这个以后了 就是说 我被压缴了 和小姐姐 养一下 对不对 互相呢 养见一下 就是我来 他要说 信仰富国人 应该就是一般事 或者就是说 那经过了一点时间 他们都 就认可 但是他再补出一点 补出一点 还有个一线 没什么一线 他都大厕所 有时候呢 这体系又是围一点 所以不想来 借一点 但是如果这样说 衣服大伙 只能说 弄那个 衣服好一下 实际上 看不出好一下 是不是 实际上衣服不混 人口的衣服 我不能工作 不干全国人家 是他在 我平常说 我从来 我就对他的自己 我从来就没有说 就是 我开说 我对他自己 你对他来 打二回去了 三千里 说不出 不说汇报 小孩会想法 你说对对 他都是青年人 又不容易青年人 嗯 他都有自己的想法 要是真说 你做一个 比我 带他去 群养爱情 他会追 你不敢闻吗 你说对不对 现在都是 啥事 都是你这种 先说 还没有付出 做对吧 不要太任性 对于你说 害怕的问题 我也跟你讲 你要对他的孩子好 对他的孙子好 你放心 你老了 不可能有人会哄你 不用考虑那么多 这就看你的付出 和回报 最终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小江终于同意 放弃要这个孩子 双方一起搬出来 单独过 在此期间 小江尽可能缓和 与辛亥子女的关系 待双方关系缓和之后 再进行复婚 临行前 挑选还有几句话 要叮嘱双方 该如何过好今后的生活 我们希望你们早一点复婚 但是双方都要把自己的 以前的不足一定改掉 不是说不让你上班 你该怎么上班 还怎么上班 你四十的再有十年 你退休了 可能你用不到十年 你五年期间 你的回报就会有了 你为什么 你现在已经在了奶奶这一辈儿了 现在咋把这个事情再充心了 因为这个中间有一个烈痕 烈痕慢慢的补 给儿女回去说一说 双方都在磨练磨练自己 过去的这些没磨练好 我希望你们双方以后 多看看优点 不要老看着对方的缺点 完了以后他家的孩子姑娘 完了以后 你就像对你自己的亲孩子一样 他们说归他们说 你不要忘了永远记录 你是长辈 行不行 你要知道的话 那你今天还有什么想说的 面对这样的结局 挑拳也感到很是无奈 夫妻双方本应互相信任 彼此已成相败才是 而节目当中的小江和辛海 却各自有各自的小分派 彼此提防 甚至不惜拿孩子做筹码 这样的做法 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有每一位 会想到你可以估计 多来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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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